大家好,欢迎回到莉莉的花园 今天我要看一下这一个是我在 一月份的,二月份吧 还一月底,反正就是2022年年初的时候呢 从这个花友家拿来的枝条 这个是什么Rodal 那个David Austin 我不记得具体是什么名字,我等一下查一下 然后标上,然后插的有差不多两个多月 然后我想看一看有没有长根 之前有好几只,然后有一些黑的,黑感的就扔了 然后还剩下这几只 然后我不想让它如果长根的话长得太密 到时候很难分开 所以现在看一看有没有长根呢 然后我旁边这个盘子就是用等一下那个土不要搞到处都是 然后这个是如果长根的话可以翻一盆到这个六寸的小盆里面 然后这个土就是从院子里面直接挖的这种原土 就没有营养的土 OK,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我要把它戴上手套 小心不要抓到手 虽然这个也还是可能会被炸 但是呢 我们看一看 但是我不想要戴玫瑰手套 因为那个玫瑰手套太大了 我觉得不是非方便操作 看没,有根呢 啊,看这里有一个 哎,在哪里? 哈,在这里 这有一个根是不是 对,给个 看这个也有翻一下 第二还有第三支 哎呀,都成功了 差了差不多 应该是一月底差的 一月底到现在是 今天五月一号 嗯,差不多四个月 还是二月初,搞不清楚 反正绝对就是 千叉就插上以后就有耐心 然后放到一个阴凉处 记得注意保持土壤的湿润 然后 你要留三个雅点 不要让它暴晒到 不要让它过干 然后就等着吧 然后黑感的话就肯定是不行 就把它拔了扔了就行了 剩下的 绿的就还有可能 所以呢,你就多 多益善的叉 保持土壤湿润 在阴暗处 然后还有就是耐心 耐心耐心 不要没事就拔出来看 然后就是这样了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分盆 OK,种到这个盆里面 先种上一个 现在就是不需要给它太多有营养的土 因为怕这个小鸟怕它会被烧根 那我千叉用的这个土也是就是院子里面挖出来的圆土 就是不是那种 啊,potting soil 里面没有任何的compost 没有任何的manure 就是没有那些粪啊 没有那些堆肥啊的这样子的这种土 因为我记得看老何的视频 他也特别注意讲说 不要用这种有堆肥的这种土 给这个玫瑰 尤其是这种幼苗 幼苗是绝对不可以用的 很容易会被烧 好了,这样子一盆就好了 那到时候我标上名字 然后期待它开花时候的样子 到时候再来跟大家分享 拜拜